各位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或许对某些朋友来说非常有用 而且可以让你在生活中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希望大家都能看完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位中国的小仙女在新加坡辱骂新加坡当地医院的护士 结果招来了警察 在整个过程当中,她和警察针锋相对 而且还录下了视频 我觉得这段视频非常有意义 而且还很有意思 大家一起先来看视频 我们慢慢再聊 说 刚才你对护士骂了粗话对吗 我对他骂了怎么了 因为他说我他妈的不是新加坡人 他说我没有新加坡身份 我没有资格在新加坡看病 然后呢 这是你乱说的吗 我问你有没有对 这全部都是他亲口说的 你把那护士叫来 现在当面对质 我先问你 你有没有对护士说粗话 我在这三个小时我都没看上病 你不需要过东拉西城 我问你有没有对护士 爆出口 有没有 你问护士呀 他说有啊 他觉得有就有呗 所以你说有吗 我问你 你猜呢 我不需要猜 我现在在问你 你随便猜 有没有 你愿意猜你就猜 有没有 你愿意猜你就猜 所以有还是没有 我们现在能去警察局吗 因为我的脚被车撞了 三个小时都没看得上医生 所以你去警察局 你要去那边看警察还是要看医生呢 我当然是要警察主持我这个事 而不是听你在这儿一个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的人在这儿乱说 来先录一下 先录一下 不要碰我 先录一下 你怎么了 你不是警察局 你调查局 你完全你的身份是公开 清白 完全是 很正确的呀 你为什么不能公开给大家所有人看 让所有人都看到 请你公开你的身份 我不需要公开我的身份 OK 现在我是问你 你又没有对护士爆出口 有还是没有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说对我有什么关系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就问你 你说我是调查官 过我有什么关系 你头脑清醒吗 那请你调查官亮出你的调查官的身份 我不需要听你的指示 OK 现在有警察站在这里 他知道我是不是调查官 那请我们一起去警察局 所以你要 你不要看医生呢 我要看医生啊 你要看医生 你要听警察局 对呀 你明知道 你明知道我的脚被撞了 你明知道我的脚成这样了 对吗 你看得见吗 你看得见吗 现在是你让 我的脚被他整个车压了 所以你现在是你让 就要去看 看去警察局 然后我现在问你 你是要去警察局 还是你要看医生 我要看医生 所以呢 结果三个小时之后 你来了之后 你问我是不是在医院发生什么了 我在这儿等了三个小时 对呀 你等了三个小时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现在听懂了吗 代表你可以对护士报出口吗 跟这个都没关系 是因为你们应该原本调查的就是 车把我给撞了的事 我们刚才 刚才我的同事已经跟你说了 这个交通意外 你可以等一下靠完医生去报警 OK 但是你们首先要责问的是 这个交通意外人是谁 而不是我 交通意外的人是 我们也跟他说了同样的一番话 我希望你们是这样 但是首先我在这儿已经等了三个小时了 我的脚被车撞了都没撞上 你等几个小时对我来说是没有关系的 我现在是问你有没有对护士报出口 OK 这边每一个人都等着在看医生 不是你等了三个小时就是了不起 OK 现在有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那你就猜猜 我跟那个被撞我车那人 他把我撞了的那人 他是怎么对我的 你就去调我跟他所有的监控 他是怎么撞我的 我怀疑他是故意杀人 你有什么证据呢 因为我没死 因为你没死 所以我没有证据 如果我死了 你们是不是就是有证据了 你们是怎么办事的 把电话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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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要看医生吗 我要看 要看 你觉得我脚化了吗 你觉得 我不是医生 我不是医生 我不需要回答你医生 我们现在是跟你录一份口供 现在 他一直指着我骂 我不能指着他骂吗 你掉下监控就知道什么样了 你不需要回答这么多 这么多动乱系车的东西 我问你有没有对 我说你直接掉监控 所以你不要回答什么 对你直接掉监控 掉监控 我需要你看所有的监控事实 然后才对我的回答做出任何一样的事实的判别 你自己去看监控吧 如果不符合事实 你怎么办 放下你的电话 现在在入口供你不可以录 你别管我在干什么 不可以 这是警察证的程序你不可以录 入口供的时候你不可以录 除非你给我看你的警察证 否则的话咱们俩谁也没有理由命令谁 把你的电话放下 让我看你的警官的证明 我跟你说把电话放下 这是第二次警告你 让我看你警官的证明 你需要第三次的警告你才会 你不要警觉不支持法九亿 你确定吗 你的那个交通的意外的那个 我们已经跟交通组的调查官已经说了 然后呢 现在你要做的就是 再去警察局用你的身份再去 再去放一张报告 然后让他们去 才可以正式的调查 然后抓我的人怎么办 那个让交通意外组的调查官 去决定要怎么做 我们现在不是交通意外调查组的 所以我现在见不到他们了是吗 你见不到啦 他们对我的这样的情况 如何负责 这个我就是跟你说了 你去让那个交通意外调查组的调查官跟你说要怎么做 好那我就一直录到我们去警察局为止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要跟你录一份口供 不 我们现在一定要去警察局 你没有办法跟我说你要你要怎样 必须要去警察局 必须要去警察局 现在我们为什么我们调查官在这里 是为了你跟我们那个医院的公司对他们怎样讲的话 你有跟他们讲 怎么讲啊 你们讲什么呀 因为他报出口对吗 没有 然后呢 我在问你有没有对护士爆出口 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回答不了吗 有还是没有 那你是来干什么呢 我就问你 你要我说几次呢 你要我说几次呢 我跟你说我现在是来调查是因为你对护士爆出口的那个案件 交通意外组的等你出院了你去你去警察局 我现在要去警察局 我现在在问你要不要录一份 我现在要跟你录一份口供 是为了你对护士爆出口的那个案件 录完了你出院了你去可以去警察局 我现在要去警察局 所以你不要录口供是吗 对如果你去不了的话我也去不了 叫所有的全新加坡的警察过来吧 我去不了 除非我现在你们推着我去警察局 你以为你把交通的那个撞我那人 你以为你是谁可以叫我们这么做 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叫我怎么做呀 因为是我被撞了 现在是你被调查 是我被撞了 我们要调查你 OK 我们明白你被撞 我现在已经不想跟你说 姐妈 我现在已经不想跟你说怎么了 不要叫我姐妹 我不是你姐妹 现在我们是调查你 我告诉你 就是这么简单 我被她撞了 然后我在那地上 你们去调监控 调监控的时间我给你们 我在地上待了20分钟 我都说我没事 结果她都没扶我一下 没让我起来 然后她跟周围人一直解释 说没关系 我也说没关系 但20分钟她没扶我 我生气了 我说你起来 要么你扶我 要么你给我5000块钱 要么你送我去医院 她说好 我送你去医院 到了医院开始 她就一直找你们各种人来 我不知道你们找的是谁 让我在这儿 严重的等了三四个小时 缴的问题 懂了吗 我当时特别理解她 我说 你 你女的 你大晚上你开代价 你过来开车 我说你挺不容易的 我说你撞了我这事 你不用负责 你不用管 结果20分钟她都在给周围的所有的男的解释 说她没事 因为那帮我所有的朋友都过来关心我 说你怎么就被她就开车 直接 直接沉浸给撞了 她一直在跟别人解释 我说我放过你 你没事 你没事 你不用担心你 然后她说 跟别的一顿男的解释 说 小姐 说 说 她没事 她没事 既然她说她没事了 那我肯定生气 小姐明白 她撞了我20分钟 而且她是前行撞了我 她是前行 不是倒退 懂吗 OK 我再跟你说多一次 OK 她是前行 她是故意撞我 她是故意杀人 停 现在你不要入口公司吗 我不要 OK 交通意外的那个 你再去警察局 再去报告 OK 去那边报告 交通意外组的东西 我们不负责 OK 所以现在对于你对 护士报出口的这件事 你不要入口公司吗 对 OK 我们先走 OK OK 视频看完了 不知大家有没有听懂 事情主要讲就是 拍摄视频的这位小仙女 被气球撞了 结果送到医院之后 排队三个小时 也没有得到救治 于是小仙女就和医院的护士 发生了口角 辱骂了医院的护士 结果人家护士报警了 警察来了 处理这个问题 这件事情呢 咱们分两部分来讲 先来聊聊这位小仙女 其实这个小仙女 根本就毫无逻辑可言 人家警察之所以来 是因为护士报警 警察来的目的是处理 你和护士之间的问题 所以这位小仙女 扯七扯八 扯什么司机 什么故意谋杀 根本就是没有用的事情 人家警察也说了 你和司机之间有什么问题 你也可以报警 也可以让别的警察 来解决你和司机之间的问题 现在耽误之急 是先聊清楚 你和护士之间的事情 对不对吗 话说回来啊 在新加坡 辱骂护士 是非常严重的犯罪 最高可以罚款5000新币 或者直接判刑一年的 其实说心里话 无论世界上哪个国家也好 护士都是非常累 非常不容易的职业 我自己也有亲戚 有个表妹是当护士的 当了十几年护士 都已经把自己当成抑郁症了 虽然说护士这个职业 本身的要求就是 你必须随时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 来面对病人 但你仔细想想 大家都是人 或许护士已经是累的不行了 已经上了一宿的夜班 精神已经处于一种临界的状态 所以呢 会有些不带心 解释的并不到位 但也犯不上 你就骂他呀 人嘛 要互相理解 互相尊重 不到万不得已 生死攸关的时候 犯不上骂人 真的 接下来 咱们再聊聊警察的话题 我知道 我接下来所说的话 有些朋友可能会不爱听 但我还是实话实说 我希望我所说的话 在关键时刻能够帮到你 首先 新加坡是非常文明的国家 是非常法治的国家 大家不否认吧 但是刚才视频中所发生的一切 大家都看到了 其实在中国也这样 大家平时在网上看到视频 很多人面对警察询问的时候 第一反应的就是 请先出示你的警官证 把你警官证拿过来 我看个一清二楚再说 即使是在对方穿戴着完整警服 有完整警号 带着执法纪录仪的前提下 很多人也是要求这么去做 当然了 我不否认 身为一名公民 你有权利要求警察出示警官证 但是你仔细想想 你有这个权利 但你有这个必要吗 你明知道对方真的是警察 你还要求他出示警官证 你这是从一开始就把彼此摆在了针锋相对的角度上 对不对吗 这是处理问题的态度吗 你是在激化彼此的矛盾 其实啊 每个人都不愿意把真实的信息透露给陌生人 警察虽然有义务向公民出示自己的警官证 但是警察心里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真实信息 真实姓名暴露给每一个陌生人 谁知道哪个人是疯子 暴露自己的真实信息 有可能会招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呢 在面对警察的时候 尽可能的去配合对方 不要做一些完全没有必要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我也被请喝茶 我也经常和警察打交道 但是我从来不把彼此摆在针锋相对的角度上 每一次和警察处理问题 都是谈笑风生 相谈甚欢 真的 去公安局不只是请喝茶 警察还请你吃饭呢 到了该吃饭的时候 警察也会招呼你 去公安局的食堂 有点什么就吃点什么 警察吃什么 你也吃什么 你的基本人权能够得到最起码的保障 但是这一切的前提 或许是建立在彼此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 警察也是人 他从事的只不过是一份职业而已 他也是接到了上级的要求 才来处理这个问题 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的个人恩怨 所以没有必要一上来 就摆出一副针锋相对的态势 摆出一副你死我活的镜头 你们之间不是什么敌人 我不否认 某些警察确实非常没有礼貌 甚至执法犯法 但是如果对方没有刻意的去刁难你 你也不要去为难人家 尽可能配合警察的工作 早点把问题解决 这才是彼此所希望看到的 对吗 总的来说 人和人之间 无论面对任何职业 彼此的互相尊重 互相理解 互相体谅 这才是处理问题应有的态度 这才是一个文明人应有的态度 好了 希望大家留下自己的看法 谢谢大家